手机可以起展,肚腩都可以变成腹肌 虽然你的脑子都可以训练 如果你想,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 而你怎样看,就决定了你和现象的关系 我只会是JumJum,不过不要紧 Hello Strangers, This is me, Nice to meet you 我刚刚睡醒,所以臉上超级肿,没有化妆 我也想过是否应该在下午喝杯,化妆 让人更漂亮,再和大家分享 但是我觉得我这几天都是这样的 我早上都是立件衣服穿完之后就出去坐禅 不如就用这个状态去见识大家 所以就,Hi 前来也要介绍一下我这几天参与了什么 其实是由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 和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 校友会所举办的 蟬月法乐蟬修营 就是由悉献空法师主讲的 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看过 空师和我的片子了 对了 这个事名就是由4月6日到10日 我都会放一个时间表在这里 给大家参考一下我们每一天的作识 简单来说就是不断地坐 就是由早上6点起床 到晚上9点半 我计算是一天八次禅修 大约是6个小时多 但是也不完全是跟着时间表做 比如我们有时候中间的三天 行禅之后 因为早了结束 所以就会坐了两折 但是概念也是差不多的 我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每一天的感受 感悟 空师的开示 总之就是各种混习的经验 我之前在IG那里分享了一些我对我自己的假设 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我最后一个部分都会回应一下我没有做到这些假设 但是那些假设是based on我对这个 这个禅修营的想象的 其实呢 我想象中的这个正修营是 好像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就是每一个人都很里面 然后就是自己修行 然后可能turn off 和外界的连接 就是好好地去静观自己的内心 但是结果呢 跟我想象中是截然相反的 是一个非常温暖 然后大家都交流很融合 然后你可以feel到满满的 外和黄色波波的一个cam 接下来我就会根据我的looks 去和大家分享 这一晚呢 我们就六点多入营的 他就六点半开始吃饭 那我们入营之后呢 就去报道署 就是 迎领了个卡牌 知道自己去哪间房 然后就去放下一些东西 放下完东西之后呢 我们就去吃饭了 那结果呢 第一天就被我遇上了鱼香茄子 我想 认识我的观众都知道 我对瓜类是有少少抗拒的 那遇到鱼香茄子怎么办呢 那当然是吃了 就是你去到蜡收莹 都会想体验不同的东西 都会想尝尝的嘛 结果呢 鱼香茄子是超级好吃的 我在这里也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药石就是吃饭的过程是怎样的 那简单来说呢就是 那些法师会先入籍的 那他们盖好那些饭 坐了之后呢 就会开放给善信去进入去拿饭 然后各自就去桌子吃饭 大家吃完饭之后呢 就到开试 就是由空师去主讲 那直中呢 他的右边就是道元法师 而左边就是显恩法师 同场加上有十一位法师 那我在这里就分享一下 空师第一天和我们开试做些什么 那这几天的开试呢 都主要是based on 这一份notes 再加上空师的一些分享 那他第一天就和我们介绍了 什么是定 什么是禅修 和一些禅修的方法 譬如就是五片行心所 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那是什么来的呢 我在这里就不很drill into 去讲这件事了 或者我们有机会之后呢 可以邀请空师上来讲 或者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关怀你的心那里 他应该会有空师的开试 那大家就来看看 那如果简单来说呢 五片行心所就是决定脑内容的工具 就是基本上就是 他决定了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 空师就教我们去 利用这五样东西去禅修 去发掘一些新的角度 去看这个世界的不同现象 或者事 那另外有一样非常有趣的概念 就是三重脑 那为什么要提到这三重脑的概念呢 就是因为禅修是想我们 这三个脑可以进入一个同步的状态 就是有时候我们的虚拟太旺盛的时候 就会 什么东西都先反应 比如有人骂我们 我就会立刻想骂他 或者是上司去骂我们 然后我们就会立刻 很害怕 然后就很想走 我觉得自己很差 这样 所以 潜修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 它建立一些途径 去令我们 关系我们的 human brain 就是我们可以好好地 去思考 去思维 去掌握自己的情绪 去用一个比较好的角度去想一件事 直至他有一个比较心安理得 放松一点 和自在一点的情绪 乃至影响到我们的reptalian brain 就是会 我们现在 其实周围没有狮子老虎的了 我们可以很安心地去生活 如果当这三个脑是可以这样同步到 平静到的话 我们就会进入一个深一景性的状态 就是可以很自在和很喜乐 于是 所以它是很科学地去解释 潜修是如何运作 和我们的大脑是有什么契合之处 另外空师也会分享不同的潜修工具 譬如五禅之 尋同志等等 另外一些潜修工具 我都会在之后分享 第二日第三日的时候 会分别介绍的 大概就是 note史上的就是这么多 我也摘下了一些东西 是空师所说的 而我觉得很inspiring的 都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他就提到 潜修不是说得到什么 而是没有了什么 包括你的痛苦 烦扰和啰啰乱 有禅定 没有道理 是不圆满的 要想办法去download一些佛法的知见 去成为你人生的智慧 而方法就是善修 定不是瓶 用我的角度去看东西 则不能如理作异 如理作异的意思就是 事情是如何去看它 手机可以起展 肚腩也可以变成股肌 虽然你的脑也可以训练 我们最记得的往往是情绪 负面情绪 负面情绪 以前的reptalium ring是 是应对的狮子老虎 但现在变成了老板 这一天空师也介绍了 有菩提达芒略变带城入道四行的布鸢行 接下来这几天 都是根据二入四行去禅修的 布鸢行这个禅修方法 主要在focus下去看因果 明白因果业部的道理 譬如我们现在承受一些苦 可能都是我们过往的一些因果报应 因果法则是公平的 人人都需要去接受 他们之前过去世落 所种下的一些果报 而我们面对这些苦的时候 可以不妨用这个角度去看看 就和自己说 唉 可能都是过去的事情 所以就算了 用平常心去面对 而这个就是第一个潜修方法 空师开试完之后 我们就开始坐禅 我在这里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记下了些什么 一如以往 盘好腿 松一松肩就开始 随着三下钟声 灯一下一下闭了 我一直都偏好第一排 摇棍区 因为感觉背后好像有股力量 撑住自己 而不需要特别花心神 或者SIRAM去观察 和处理因此而生的念头 就只是听着老师说道 躲起来眼睛静静地修行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 我突然间听到庞陀大雨 我提醒自己要回到所缘 即是达摩的报冤行 我开始念诵经文 逢苦不忧 何以顾 知大顾 看冤进度 这句是我最深印象的 我开始和自己说到 因果报应是怎么样怎么样 每一个人都要承受自己 过往的因果报应 是很平常的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过往所积落的 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不如意的事 都未必是因为当下的我们做了些什么 而是真的 过往的事引致现在的结果 我想到一些Haters 虽然我不想用这个字眼去标签他们 但是这个字眼是比较方便一些去概括 那些 不断地留一些负面留言 然后之后无论我怎么澄清 他都不舍一顾的观众 可能真的是宿世因缘 没办法 我不明白为什么素未谋面 都可以这样指控我和误灭我 或者真的是因果报应 但是我又不想因此而伤害他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 只会令到双方继续痛苦 或者是因为想起YouTube 我突然想到 去台湾是否要邀请创作者 然后我就想起Travago走素食 因为记得他说过他正观营的经历 甚至还崩溃过 我很想知道他究竟经历了什么 然后就冒出了不同的YouTuber 阿神 童年回忆 但好像不是很合适 阿迪 讲翻译 娜娜Q 讲断捨离 流亡 但他好像有点害羞 但我一个40,000 subs都未到的YouTuber 有什么吸引力呢 我突然间觉得很苦怒 我这种苦可能都是因果报应 但如果要我不断地去精进去分享 去为我要创作什么 或者要创作什么内容 而苦怒的话 其实也挺有福 就和在座各位一起经历 之后我就不断念太渊进度 去持续这股喜乐 直到钟声再次响起 我坐完这炷香之后就做了一个反思 就说 今次听港道和坐蟬 都比以往更猛鬼 mind和眼睡 可能是最近吃太多垃圾 或者刚刚入营未释现的缘故 要不要尝试一下skip dinner 吃生果还是走cups 大家看看之后的分享 就知道究竟我有没有做到 这里我可以回答我IG中的其中一个假设 就是说 我会很糾结这几天洗不洗头 这里就写了 我不太糾结就去洗头 因为我想起正空法师的说话 就是头发是会产生烦恼的 会令你的头很分沉 我自己又不想分沉得来 我又觉得 你不能带着烦恼去面对法师 法师没有烦恼 我自己带着烦恼过去 好像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很自然去了洗头 但是风通就有点出事 就是它不是很厉害的那些 吹着我头的时候 我就感觉 好像我现在在做的事 我感觉就如我现在做的事 之于某些人类一样 没有什么作用 然后念一篇 有志者事竟成 在小的努力都有效果 但不要硬是想着自己所做的事 有多有意义 想多影响到人 不要一厢情愿 自以为是 不见你风筒去吹他 对于某些人来说 都只不过是 灭伤他们 所以继续动来动去就好 要拜头四分三缸的我 Good night 但是我要讲一讲 当晚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我极难睡着的 是极多念头 一个生气之后 有另一个生气 然后我一直在台湾 怎样怎样 怎样 就是很精神 然后搞了一段时间 我不知道我几点睡着 我们就 看感是真的有 起码两个小时才能睡觉 而当我发了超级多梦 三个和空尸有关 我就很想和大家分享 于是 引领了第二天的悲剧 四月七日第二天 如果要给一个分数自己的话 应该是四十分 然后用两个词语去总结的话 就是分尘躁动 因为那天早上我没有教闹钟 我原本以为很清晰地听到响班的声音 即是起床 然后我就可以 然后六点半就会再闪感 结果我是完全听不到响班 直到我室有的闹钟响起 就是六点踏二 于是我就觉得很赶 然后我整个脑 我一听到它的钟响起 我就砰一声起了身 然后立刻冲进厕所 哀疗 然后又会同时想 我哀疗之后 我就要拿牙膏和牙刷出去 给我的室有去哀疗 然后又会同时想 我去厨房拆完牙之后 就要拿出去 然后就去睡房拿衣服 然后穿 然后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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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整个脑 我是立刻进入了工作模 就是召唤了Finker Me 在这样的时候 召唤Finker Me 就出事了 我直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坐禅 怎么写 第一 住向六点半 试着感觉到很强烈的躁动感 不知道是不是照早太说 感觉身体的不适感 很激烈了 平时不会痛的右边屁股 都竟然痛了 感觉很焦燥 我尝试focus回去 达摩的暴冤行 但每次一想 因果报应 我就会变了 我尝试去观 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我现在经历的 都是一种因果 身体好像坐不安 只是好像被咬 更加令我很焦急 去到某一个位置 我和自己说 现在有边屁股的痛 是使用肌肉的感觉only 然后我很清晰地听到一句 Bullshit 接着呢 我就看到我前几天吃的酸菜鱼 我突然好像 明白了一点 第二 这条鱼生前应该有很多亲痕 我吃了它的身 吃了它的心 那样醋也很makes sense 知道了这一样东西的我 决定松开一边腿变单盘 松过下的脚画的舊患有点痛 但也没什么 唯有接受 我觉得松开脚那一种 有种破网而出的感觉 或者是当初这条鱼 都希望是这样 之后我松回很多 我就继续思维 总结就是 个个都是这样 然后我就 嗯 个个都是这样 个个都是这样的了 然后维持这个状态 就是治的状态 那当夜的早餐呢 就是吃面包 萝卜糕 和腐皮卷 我很清楚呢 我看到他们的那一刻 看到这么油腻 我是知道想skip 就是要skip 我知道现在的身心状态 是不想吃油腻的东西 但又觉得仪式感上 需要吃东西去以示尊重 于是我就拿了一个苹果 沙煲这么大 我很专心地去吃它 和感受每一下嘴咀 结果我吃了半个豆 饱了 但不想浪费 我慢慢一口一口吃 真的很饱 我又觉得自己 在吃自己的因果 啊啊啊 三个啊 我决定 我决定之后的早餐 如果不想吃东西的话 就很用心地喝水 最后我到处走 发现有刀拿 下次想吃的时候 应该切一半比库拉米 那小悠我们就去了 周围看看 就看到中心里面 真的有很多不同的生物 我们在一个栏杆面前 是注足去观想 哇 就是柱上面 你也可以看到有不同的生物 和矮 和不同颜色的种族 在上面爬 然后就觉得很好看 简直是整个宇宙 然后我们就看了整个小悠 9.4的座蝉 第二住香 用回惯常坐姿 先右盘再左盘 找很多 屁股都不同 整个人定 absorbed 在这种平静安定一会 就继续参 我想我要尽快背到一些解闻 多少就多少 如果不是根本没有位置 让我去参考 我觉得我自己定的其中一个原因 是我调整呼吸和步伐 这一住香 我是专注在我的呼吸里 因为我很躁动 然后小悠的时候 其实也有一点平静 但是我想这些住香 比较在探索 10.4座蝉 只是一句 就是 ZZZ Relax is not collapse 箭嘴 正 我想应该是 我当时有点颜分 然后我想提点自己 即使你放松的 那个平静的状态 但不代表你可以直尺 就 这样完了 那么午餐呢 我不知道跟大家 仔细地形容些菜式 但anyways 最终就是 吃了咖喱薯仔 塑干七蘭花 然后觉得超级好吃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这个素汤又有瓜 有瓜和萝卜 我这里的结论就是 瓜比萝卜好吃 吃完饭之后 我没有睡觉 所以我一进禅堂的时候 是非常睏 所以去到开市的时候 我听着空尸说话 我竟然在钓鱼 但是 完全控制不到 我就觉得 这样 这样 但是我同时 又有抄乌糕 然后 如果大家 我在这里 post给大家看 可以去解误一下 我就是 一路这样抄 一路这样 看看空尸说什么 然后 然后 哇 极惭愧 然后他就令我 之后是有极深刻的反思 但我也在这里折录一下 我在这个状态之后 听到什么 佛陀说 那些东西不会是撞彩 是的话 你父母会生了个 金发碧眼的孩子 也不会中瓜得瓜 中斗得斗 执软不执 决定苦不苦 观呼吸 不可以去搞呼吸 而是focus到微心 自然呼吸 然后去到差不多 才开始去托头 去看看呼吸是怎样 之后呢 我就不能去诠释我的笔记了 大家看看解识到什么了 直到去3.4的坐禅了 我听听空尸开示的后换部分 其实突然有一刻醒了 我3.4的坐禅记下的就是 精神暖 得失从缘 心无增减 喜风不动 名顺于道 这里要提提 空尸是教了第二个禅修方法的 就是 随缘行 就是去观世间的无常 这四句是很帮到我 我继续下来 如果真的因为我入了营 而miss了某些很好玩的工作 都没办法 覆不到PM人不开心 都没办法 没得敢去担心 一切都是随缘 会发生就会发生 不到我去控制 或者去管 或者干涉别人的感受 Fills和Subs都是 星座高兴 也不需要太高兴 断羹少了触及率 不开心 都不用太不开心 任由他 继续做你应该做的事 得失从缘 4.4 坐禅 得失从缘 心无增减 啦啦啦啦啦 音乐符号 那晚餐就skip了 行禅 6点半至8点 一行人门晚开始走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好像一群要反攻村庄的丧尸 Code Snow Mo Version 如果这样的话 真的一点都不怕 有一刻很想笑 但有他就没事了 起步无奈 我已经想起之前PTI的慢行 和Ensemble 记得重心转移 最重要就是台队的时候 都是均速 不要突然快了 Hill Bottle 一个八拍完成一个重心转移 我不需要去黑念 不是这样念Hill Bottle Hill Bottle 因为身体已经帮我记住了 好平静 好focus 好isolated 但 somehow connected 我很喜欢这种 大家不是一起着 但有一起着的感觉 身体很暖 幸好放下了袋 其实已经没什么好记 因为我好absorb 有时卡住就有它卡住 抬起前进放下 最重要就是拿得起放得低 这样才是解脱 拿起了不肯放下 或者一步都不敢抬起 才是令自己陷于领悟之中 嘩 嗯 行蝉后的坐蝉 今天那四句话很对到我 我发现今天这么分沉和躁动 可能是因为我太想记住和捨得一切 再分享给大家 结果我昨晚睡不着 今早又记记梦要开波坐蝉 一来打断了 二来就流失了一个梦 加起床气 所以很躁动 但其实不需要迫自己太紧 因为使命去记副作用 就是紧抓了念头 除完啦 不用说的 起床之后慢慢来 少休先记都得 流失了便流失了 心无增减 起风不动 苦风亦都不动 最后 我重复 除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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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去完结 事日的反思就是 慢慢来 朝早很重要 5.9起床 睡过午觉才有精力 撑一整天 20-25分钟 今天表现不一样 但没问题 明天一定会更开心 是不是 贪慕太郎 但没问题 Good night 4月8日 第三天 这一天我有一种 大事情回来了 的感觉 但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掌握自己的节奏 因为那天早上 真的5.9起床 起床之后 在床上 恢复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 睡醒后 真的会很想在床上 有一种 要重新接触外界的感觉 于是我就在那里 点一下 坐一下 然后在那里 发呕 不知道做什么 然后6点的时候 就走出去 慢慢拆牙 慢慢洗面 慢慢去做 收拾东西 哇 极爽啊 睡醒后 就是沉睡的状态 然后我是 什么工作都不用想 只是很简单 这样去 get myself prepare 随便套衣服 再慢慢去 禅堂 然后整件事 极开心 所以坐禅 6点半的look 就是 爽 今早5点9起床 掌握自己的节奏 去到禅堂 都感觉到 和沉迷的状态很不同 很快就进了 back seat driver 即是那种 你坐在车后座 观察一些景流过的 那个state 都有一些 random的念头闪过 但没什么 有它 整件事就是很focus 很静 刚刚舍未进入到思维 mode 所以都是观呼吸为主 但也有个问题是 坐到后期 屁股很痛 好像连续三天 滴跌落楼梯 那种宣远 有些后悔 没有带助展过来 早餐 是糯米鸡 烧米和茶果 那我就喝了三杯水 慢慢地喝 Josie 9点4 冰 不知道是什么 没有吃早餐 冰到要蓋起身 我不断地观起鸡皮的身体 想起 提冤进度 但我这种 又好像不是冤 又不是报应 我只是没有戴 和没有穿衣 和没有吃早餐的果 下注衣 拿不拿 缩细的毛巾披一披 但好像是犯法 不可以拿 别人的东西出来 好 专注微心 小丘之后 我报名小参 小参的意思就是 我会和空师 分享一下我坐禅的经历 按住他 问他的建议 向他请益一下 小丘的时候 我终于大变了 变秘会情绪不好 希望我每天都能唱顺如刺 令决定多着健康打底 可以自己这样翻宿舍 这样霉摩 感觉良好 或者可以多些翻宿舍 小参的时候 我就和空师说 我最大的问题 是昏尘 特别是吃完饭之后 真的会黑眼睡 空师就很直观地说 不够睡吗 睡觉 然后我就 哇 OK 原来我是可以睡觉的 我就立刻追问他 因为我担心这样 就是你小丘呢 就去睡觉 好像不够精进 我就问空师 可以的 空师就说 可以 即是累了就去睡 又不是均睡 然后我就追问 那法师会不会睡觉的 空师就说 累了就睡一会儿 法师也是人 于是我就决定了 我吃饭完之后 我要去睡睡 而这个也是我 一个大转机 另外空师也有提醒我 就是参与一些 我觉得有趣的东西 心是会配合的 会醒醒 然后我也问了一些 禅修的东西 就是我问空师 是不是每一次坐禅 我都要由头参一次的经文 再去进入那个 字的状态 就是那个 我参与了解文之后 起落的状态 但是他就说 不用的 如果你已经参与了 差不多 其实你可以一直 保持着 起落的状态 又或者 你再从一些 新的角度 或者参与另外的经文 这样 午餐 我怀疑自己会变腐皮人 有些担心不够蛋白质 睡了25分钟觉 非常精神 满血复活 睡眼觉真的很重要 至少于我来说是 我不知道是否 因为我本身的原厂设定 还是 突然间接触这么多陌生人 接着共处同一个空间 或者一个陌生的环境 会很被动地 耗了我的磨 所以我就会睡眠 而当我午餐的时候 是可以回去宿舍 有个独自自处的时间 再睡觉 整个状态都不同了 所以大家 真是眼眠就去睡 有飞飞 别有矮 然后就开始了 缘起力大 是世界会出现的原因 因缘是客观的 但怎么看它们 是主观的 很多人都不尊重缘起 硬是在那儿 怨天怨人 怨神怨智 自己 但所有东西都有垃圾 也不会看到 究竟是为什么 和哪样才是关系 但最重要的是 现在搞定它 这个世界暂时是有秩序的 就是orderly 但orderly 差不多就会爆了 然后就会慢慢出现order 而这个阶段可以生起很多东西 包括你 你 我 和Chat GVT 是空师说的 这一句 极潮 心识是很大力量的 你想 fully utilize它 就去惩罚 想沉沦的话 就做回普通人 如果你想 你可以用不同的角度 去看这个世界 而你怎么看 就决定了 你和现象的关系 我觉得这一句是很 inspiring 它直接是指出了 其实这个世界是怎么样 就是 真的是你自己决定的 当你的世界永远都 看东西的角度 永远都是这么灰暗 这么负面 会很喜欢周围去挑剔人 批判人 的时候 这个世界 就所有东西都是 会很差 会很负面 很黑暗 然后你也会同时觉得 就是会有这么多人批判 挑剔自己 就是会有这么多人 踩自己 然后就形成一个 负面循环 福德智慧可以搭着想 妄想分别 都是 他们之力很厉害的 所以真的是 看你想怎样 佛系或者无常 不是什么都不做 无常的其中一个特性就是 有因缘你是要去把握的 你是要去创造的 有因缘就是去做 没有因缘就是去等 继续努力一下 存下福德智慧 不要放弃 等等一下就可以了 而要成事 就要愿望 决心 能力和福德 三点半的助线 今集是疯狂思维 由参菩萨道 去到做YouTube 再走到一些匪夷所思的comment 再想起刚才的开示 噢 等等 让我屁股转个位置 噢 空师这一天的开示 是很打动到我 我是不断地去想 是的 真的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 就决定了我们跟他现象的关系 所以我在这里 就想起一些 YouTube上面的comment 怎么看一样东西 是自己选 他们要这样看一样东西 或者看我 都是因为种种因缘 他们戴上了眼镜 选择地去作异 而我 只是一个 给他们表达他们的作异 触受上司的媒介 或者渠道 那个屏幕 只是一个屏幕 是人类自己选的 我觉得Quick Game 没什么意思 要不苦 就一起没那么苦 啊 因为这里 我说到Quick Game的原因 是因为空师介绍了第三个禅修方法 就是达摩的二入四行里面的 出阿罗汉道 无所求行 这个禅修方法就是主要去思维 我们住在这个三界 无论如何都会出事 好像在一个着火的屋里面 烧来烧去 既然这个游戏是这样的 不如就Quick Game 不想再玩下去 就去思维这个Urgency 又或者是 乃至令你生起一个出离心 或者是 就是继续去参与这件事 座蝉4.4 挫挫下蝉 我大腿突然很痕 然后脑海闪过一片密集的黑色隆隆 我想是时候面对这个trauma 之所以有所谓的密集恐惧症 是因为人担心疾病 或者是因为见到大自然 出现一些极规律的pattern 而感到不安 是生物本能 我将它想像在我身体出现 可能是因为某些创伤痕迹 我曾经在网络突然间 彈出了一些图 就是那些脸龙手指 脸龙鱼头 真的 当我傻子了 而我想是真的 在年少的我留下了一些创伤 所以我当时就放了这个画面 除了因为这些创伤痕迹之外 也可能是因为我想象中最坏的情况 是在保护自己的一种 法无众生,来众生救顾 法无有我,离我救顾 或者我都需要对自己慈悲一点 我看到什么都是自己的投射 或者下次可以试试想象 那种痕是观音的金路正化我 为什么我会突然提到 法无众生,来众生救顾 是因为 孔师也介绍了 秦法行,菩萨道 大家可以去看看这篇文章 我觉得是很棒 特别是 无掩无注,无耻无疲 是我这几天不断思维的东西 还有菩萨道也是 我继续下去奥迪欲士 晚餐 我今次只剔了一块腹皮 但乙公姐姐不多救给我 是意愿份 咖喱薯仔牛腩真的很好吃 我忍不住吃多了两回合 是贪 真的很好吃 咖喱薯仔 行禅 今次是地鸣 我很快就入了状态 不相同气 我们跨出太极步 后脚提起 那时 持续骨 保持平衡速 脚跟同时落地 再来是 波 哭 肚 我觉得雙人行事 是没有好处 单人的时候 可能有时候会很收好 状态不好的时候 甚至会飘走 但一起行的时候 然后copy 大家 其实是要打开全感觉 感觉住身边的人 呼吸同步 身体就会同步 不用他思维 我要怎么走啊 怎么跟 糟了 是不是会跟掉他 他跟掉了 嘟嘟嘟 只要有感觉和想 connect 身体很自然就会这样跟着动 Kolomi 有时候会试身 就是挖大圈 不知道怎么走之类 身体就很自然地跟 而是没有任何的judgment 在这里 我也非常建议大家 无论是跟你身边的人 亲人朋友 或者是情侣也好 可以多做一下ensemble 就是复制大家的言行举止 因为这件事情 我会觉得是修行 过程中你放下了自我 好好感受大家 大家就好像是一个共同体 而且你会很容易察觉自己 什么时候会脏 focus 因为你的思维一飘去第二 你就会跟掉 然后就是 是一个很好的修行方法 或者不说修行 也是一个很好的增进感情 和增加联系的方法 而我觉得可以这样跟你身边的人一起入定 是真的很幸福 那一晚的恒蝕 应该是我人生觉得最浪漫的一件事 而那一晚的坐蝕 基本上我都是保持着一个喜乐和平静的状态 去坐 然后就 还有呢 睡前我不是很思维 因为我会极精神 然后就会完全睡不着 所以我也是比较安住于那一种 嗯 刚才的行事和经验实在太好了 这种放下了自我 然后完全感受大家 然后可以很专注地走每一步 每一步 然后听着周边大自然的声音 实际上是太幸福了 太棒了 然后就 去 停留在那个状态 就是停留的意思就是 继续这样流动 然后就很开心 如果是 哇 这里很深的 你等我一会儿 为什么我会去到这么深的 啊